全民心娱乐 王可然是从和肖战的渊源开始讲起 机缘巧合的听到名字 产生兴趣 发出邀约 试戏 讲戏 排练 小到连题都不敢提的肖战 被网络攻击的争议也都讲到 夸赞并非无误 勤奋 努力 天分 字字句句 能看出这个导演的稀采之情 和粉丝有点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是 在对其他导演介绍肖战的时候 是自豪地介绍新发现的一个好演员 不仅是导演 舞台首次合作的许晴和黄璐 他们在分享中 并非长篇大论地提到肖战有多么的好 而是通过一个下台的细节 来讲述两人之间有趣的事情 许晴则是用值得所有赞美 这么高的评价 亲切地称 战战 和粉丝互动后 要去装换上旗袍与台上的五号相遇了 现在终于理解 许晴能获得众多忘年交的魅力所在 能和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艺人打成一片 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一篇讲到 我都不想提名字的宋祖德 没看不知道 直接喷 肖战不配演话剧 其实不仅是他 同样还有以作家自居的刘信达 在许晴和肖战吻戏上热搜后 发出了一段入目不堪的文字 相信看到只会觉得 这人不仅是嘴欠 内心还无比肮脏 才会将这段美好的戏曲解成这个样子 同样是蹭肖战的流量 但这种方式 别说受粉丝待见了 但凡正常点都不会待见的 肖战的话剧首秀 比表演更为出圈的 就是粉丝们再次创造的美坛花海 刷屏全网 小飞侠的举动 也被各大媒体点赞报道 你以为这是在星光大赏的红海之后 再次造就的花海 呈出圈大事 值得被业内发声探讨 然而并没有 那些平常对肖战冷嘲热讽的业内 集体闭嘴 但是随着武汉站的完美谢幕 为期四天的话剧界大IP热度 依旧没有过 相信大家都想等到真正的业内 来点评肖战的话剧首秀表现 不管是好是坏 都想得到除导演以外的人认可 万万没想到出圈的竟然是肖战粉丝 他们的壮举不是场外的花海 而是场内发生的事情 看到后真的是小拉了 源于一位作家 是真作家 被人称为冷嘲段子手 没有微博 没有热门社交平台的账号 只是在自己的领域的作家 假行家 在首场公益演出的时候 就分享了 repo 做好戏是为了超度好的灵魂 央华版《如梦之梦》 盛名无虚 你们家肖战 人间值得 这句 你们家肖战 人间值得 九个字从一个非粉的口中说出 显得有些不真实 还晒了票 以此证明自己确实看过 4日23号又分享了一篇 是对《如梦之梦》的剧本 故事点评 在评论区中 有网友问道 是怎么抢到票的 是不是肖战的粉丝 还提到吻戏 全场到稀气的事 作者回复网友 是场外的 比场内还多的粉丝 不影响观看秩序 除了那两次集体哀叹以外 大家都很安静 还自嘲说 自己也是个聋子 也能听到身边的女观众 随着肖战距离她位置的远近而急缓 能看出 这描述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怎么那么像冲上热搜的肖战粉丝 《如梦之梦》15分钟report中的讲述者 因为他描述中也是这样 肖战的距离变化和自己内心的变化 全场到稀气 这是在22号首演的当天 上半场结束 楚天都市报发布的 现场上千只柠梦同时榨汁 郑文中就提到 全场倒稀凉气 还以为是夸张 现在从亲自到场的专业业内口中说出 看来是很出圈了 这势必成为肖战话剧首秀点评中 必不可少的辅助 因为全场倒稀气 真的很有代入感 小飞侠们真是神助攻 无心插柳柳成音 4月在一片紧张的期待中 肖战的武汉首场公益话剧演出 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演出中 肖战饰演的5号角色 可谓是相当耀眼 让人不得不感叹 肖战的优秀 近日 《长江日报》官方再一次点名了肖战 宣告肖战的新一段启程 依然是期待的心情 《长江日报》再一次点名了青年演员肖战 另外还宣告肖战新一轮启程 从粉丝们的态度来看 大家更多的是想要抢到票 甚至还有粉丝下定决心要抢到 这么多场次 总能抢到的 如今 肖战还有很多部作品 回到演员肖战擅长的领域 肖战的表现当然会更加出色 未来可期 而优秀的展现也获得了无数人们的赞美 这其中有的是来自国内的赞美声 也有着海外网友们给出的赞美 由此可见 肖战饰演的五号角色 在全球都是有着强烈反响的 至于《如梦之梦》 说是在一片赞美声中落下了首场的帷幕 也是丝毫不为过 众所周知 《如梦之梦》在刚刚演出之际 就登上了很多国家的热搜 甚至还登上了世界趋势的前列 在海外持续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 可以说肖战这是又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 不仅将我们国内史诗级的话剧带出了国门 也让我们的话剧艺术引发了海外观众的强烈反响 强烈反响从海外观众的评论中能完整地看得出 他们毫无例外对肖战此次的演出 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第一位海外网友对肖战的出色表现评价道 我为他感到骄傲 他是人类中最好的演员 我的一切 人类中最好的演员 这位海外网友给出的评价可谓是相当高的 从他的评价话语中 我们能感受到 他对于肖战的那份喜爱是有多么深沉 第二位海外网友则评价道 他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是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集体的幻觉 特别想告诉这位海外网友 幻觉肯定不是 肖战百分百是真实存在的 他的优秀 他的人品 他的干净与纯粹 他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第三位海外网友评价道 粉肖战 粉神仙 其实这句话真的特别赞同 因为肖战所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 世界级颜值上面的感触 他的人品与素养 与艺术的追求 都称得上是那么的出类拔萃 当然 从这三位海外网友们的评价声中 能深刻的体现到 肖战正在从人们心中青年演员 转型成为一名全球公认的青年艺术家 《如梦之梦》是他的一段全新升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肖战用优异的表现 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作为一名对艺术有着超高追求的演员 肖战把最真诚的自己放在舞台上 在一片片目光的注视下 用努力和实力证明自己 并告诉了全球所有关注他的人 他从未停下成为更好自己的步伐 《如梦之梦》武汉场落幕 工作室发博说 成真而来 淬炼而去 在虚实之间力千帆 与舞台上下见初心 一番话真是语意深长 因热爱而来 却在魔幻的娱乐圈生死淬炼 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还依然热爱生活 只因初心未改 看话剧舞台上的肖战 灯光一夕一亮 就是另一番天地人情 却自如地切换 宛如戏剧精灵 肖战啊 演员就是你的命运 话说回来 成为话剧演员 且是九副盛名的话剧的主演 更得到观众与业内的 广泛认可与赞扬 肖战卡位凭实力再近一街 他所面向的领域 资源的层次 都将有一个质的飞跃 同时 意味着更多的话语权 和选择权 少一分束缚和捆绑 多一份自主和自由 未来坚定地走在 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虽不能说一片坦途 但总能保有一份快意与肆意 也是人生赢家了 最后 淡淡想说 肖战凭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 他也是一个造梦人 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 是命运的牵绊 还是命中的注定 只知一生所爱为你 无解 你说 有幸一同入梦 不胜感激 我说 有幸一同入梦 不胜荣幸